我是郭小倩,我是特赞的CMO 那特赞是一家就是技术型的公司 帮助企业解决非常多的营销的需求 我创业过程中其实没有遇过非常多 就是就性别而产生的问题 我觉得分两个方面去讲 那一方面来说大家可能都会有误解 觉得女性的这个企业家也好 或者是高管也好都非常情绪化 所以我觉得情绪化这件事情 其实不单单是女性 就是男生也有的 就是情绪管理和这个就是沟通的这个能力 都是需要去学习和练习的 那我觉得在我创业过程中 我练习了很多这方面 包括说为了去说服我们的CEO 在一些战略层面我们有分歧的时候 如何用数据和比较强有力的理由去说服她 我觉得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学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男女都有的问题 或者说作为一个管理者都有的问题 然后另一个是 就是我可能比较积极乐观 我觉得与其去想女性的缺陷 那我为什么不去想女性的强项 那我觉得女性本身就是非常有同理性 非常会做联系 我觉得与其就是去说我们面临多大的挑战 是面临多大的困难 不如一起去面对这些困难 并且去解决它们 我觉得现在女性最需要的一个特质 是打破可能社会对我们原有的定位 就比如说我自己在做大学生的时候 我是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 其实我们学校其实是非常尊重女性的 有非常多的女性的艺术家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跳脱不出 比如说这个社会的定义 比如说你多少岁得结婚 你得有一个怎样的工作 你得就是挣多少薪资 而不是说让我们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女性的这个role model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非常有意义的 特别是帮助这些年轻的女孩 去找寻她们的role model 回归自己的内心去看我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我如何enjoy dating enjoy life 不会去做很多就是我需要 sacrifice我自己career的事情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喜欢什么 我热爱什么 然后我应该做一点什么 然后我自己的人生goal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这样的 就是real model real model在年轻的女性面前 或者说他们有一个途径渠道可以知道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激励他们去找寻自己的理想 并且去为之去奋斗 不要畏惧因为技术永远是这个社会上改变一切的一个就是 就是我就是一个force 就是你畏惧她说我担心自己的工作被AI取代 不如更多的去了解AI能做什么 然后我们如何能够与AI共处 就我觉得希望年轻的女性可能能 更深层次的去了解技术 去看待技术 并且了解科技型的公司 然后在里面找到适合的一个职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